欢迎收看影音记事 8月14日到20日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如期而至 这个与台北书展 香港书展 并称为三大华文书展的大型阅读体验活动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说 这个夏天 上海这座城市因阅读而成为全世界最具有文化 感召丽的城市 2004年上海读书交易会正式升格为上海书展 今年适逢上海书展诞生的第十个年头 十年风雨砥砺 上海书展已经发展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三大华文书展之一 每年盛夏 逛书展讨好书也成为上海市民的一大乐趣 本届上海书展汇集了全国五百余家出版社 15万种精品图书 除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外 上海图书馆 私南公馆和各区县图书馆 也准备了丰富的阅读活动 再加上韩少公 苏彤 张伟 贾平挖等著名中外作家的出席 八月户上是书香振振 思潮澎湃 与前两届相比 规格更高 规模更大 他集结了三十多位 近四十位中外著名的作家 书评人和学者 包括诗人 其中有几位 我可以把这个名单给大家抱一抱 一位就是来自奥地利的 在德语世界 被认为是当今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 彼得汉德克先生 他今年是71岁高龄 他将出席本届书展 虽然是十年大庆 但这次上海书展的主办方 坚持不搞任何庆典 而是选择把更多的资源 用到读者服务上 会场外的遮阳棚 喷雾降温装备 免费停车位 以及覆盖整个会场的免费无线网络 让上海书展显得更加现代化 在展馆内 有十个专门为微博控而设的手机充电站 还有三个快递服务点 以优惠的价格 向读者提供图书快递服务 这个蛮方便的 刚才因为我们一进一管 就看到手机充电那个展台 我马上试了一下 我还拍了照分享微博了 比如说这个很方便 书展开展快递的服务 还是很方便的 通过贴心的服务 让书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伸 本节上海书展倡导的将阅读和生活融为一体的主题 在诸多细节上都有体现 和以往书展只在周末设夜场的习惯不同 今年上海书展连续七天开设夜场 这让户上很多白领和精灵 找到了夜生活的新去处 我觉得开夜场的话就是 因为书展的时间延长了 然后就会让更多人来看 就感觉挺有好处的 就是那个会展延长 那个时间在夜间也能看书的话 这样的话 那个夜间人应该会蛮少 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来读书 所以说这样也会比较放松心情啊 什么的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今年上海书展依然秉执惯例 不公布参展人数和销售数据 主办方认为 这种不用人气来考核的做法 反而能增加书展的门气 上海书展已经办了十年了 这十年我每年都来 实际上上海书展已经成为了 上海这个城市的品牌 是它普遇了一代又一代人 它因为书不是一般普通的一个商品 它是一个文化的传递 是一个精神的产品 所以它与其他的促销 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 也热爱这个上海书展 如果说书展是文化的传递 那么如何让下一代爱上读书 就自然成为书展的一项重要使命 今年上海书展 针对青少年的读书活动特别多 而家长们的困惑也不少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困惑 不知道哪一本读物比较适合孩子 现在书目太乱太杂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还有很多一些色情啊 混杂在一些动漫游戏的那些书里面 这些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么真正的就对孩子 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书呢 就是是比较难找到 就是我们只能从我们之前的一些经历 还有就是说 现在的就是小学校老师啊 还有也是会推荐一些书目 那这些书目的话 我们就觉得有的说太多 太多太烂 实际上也是 像一个暑假 我觉得能够看 真正读透一到两本书 已经非常不错了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至2020年 未来中国将推广 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度 为儿童和家长选择图书 提供建议和指导 因为没有分级嘛 就像电影没有分级的话 我们家长很难去区分 如果像现在这些教辅书一样的 比如这个适合是 比如说是一到几年级的 这个适合初中阶段的 高中阶段的 这样对我们也更方便来选书 比起如何选书 培养儿童阅读的习惯 更让家长着急 特别是在移动互联时代 要想把孩子的视线 从手机平板电脑上 转移到书本上 家长们可能要付出 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我希望家长去跳书的时候 首先家长你要和孩子 有一种共同阅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不要以为大人 我看书就会高过孩子 阅读方面 你和孩子应该是同步成长的 你用你自己的眼光去选择 选择就是孩子适合读的书 而且我有的觉得孩子 他有自己特别的一些眼光 那么有的时候孩子毕竟有一些 他自己阅读惯性 比如说我喜欢看一些男孩 我喜欢看打打傻傻的 女孩我喜欢看一些 很动漫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觉得家长要学会甄别 比如说有些非常优质的一些书 他写的又好看又有趣 然后又有营养 然后把这些书甄别出来 给孩子来看 让他慢慢从阅读信息 从这方面慢慢走过去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 以读书为贵 但当下中国人的阅读环境 却颇令人担忧 按照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统计 2011年每个中国人读了4.3本书 这个数字远低于韩国人的11本 日本人的40本 距离世界冠军犹太人的64本 更是遥远 虽然盛夏中的上海书展 书香振振 清凉习人 但书展之外的文化传递的使命 依然是任重道远 好的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郭浩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